第二節呢? 第二節 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今晚講的題目是陰陽眼見子 我們主要是講NASFED12集的動畫 看看聽眾的留言 看不到的 這個? Vihana 他說第二季應該會好看很多 不過罪吊胃口的仍然都是 就算是漫畫版 見子到現在都未試過正式直接回應過任何一隻鬼 到底如果見子沒有回應的鬼 會不會受到傷害或影響呢? 是不知道的 第二季還是講他在避避避避避 我還以為他會有獎獎 因為其實第二季是直入主題 基本上是直入主題 但是我猜他應該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我的理解 其實你見不見到他應該不影響到底他傷不傷害到你的 而其實見子是被那隻虎頭鬼劈了下去 所以他才會 他才會去 所以他才會去換底褲 他才會去買底褲 所以他是劈了下去 所以其實虎頭鬼起碼是劈不中見子 劈了下去大劈不中 理上是傷害不到他的 但是你說到底 我相信鬼一定有方法可以傷害到人 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到底他的條件是什麼呢 我們暫時都不知道 所以說什麼呢 其實我們之前上一次都有提過的 有一次就是 劍子搭火 死貼 然後遇到有隻鬼 很恐怖 拿著一個虎頭走過來 然後每見一個人 拿一個虎頭 砍在那個人身上 然後每砍一個人都會說 找不到 不是他 原來他發覺 當他砍到某些人之後 身上 可能那個人本身有些 惡鬼前身的時候 他有個虎頭 就會連著那隻惡鬼 就抽出來 最後他砍到劍子身上 當然沒事 但是劍子 因為正常人看不到 你沒有東西 都坐著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劍子是看到整個過程 所以他就怕到他爛了 那時候是和小朋友一起的 然後原本就說回家 然後他突然間就組一個集合車 然後他就問他 為什麼要做好一集 然後劍子跟他說 我去買東西 然後他就追問 你要買什麼 我買內衣 然後看到他誤會了 以為他在M 哦 女人真是辛苦 然後其實 我們看的時候 完全不是那件事 然後你就會回頭微笑 這套東西他突然的地方 雖然說是一個恐怖漫畫 但是其實他除了恐怖之外 裡面有一些事故料 間不中派有一點福利 所以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漫畫版會是十八限制級 其實我看動畫是 不是很多 動畫很少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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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那部分 其他都沒有 剛才說 地鐵那幕就是 剛剛說劈虎頭那幕 但我都沒有特別 很多路的東西 所以是 如果你說 十八禁 其實是想像不到 為什麼要 可能鬼吧 但是鬼都不是恐怖到 十八禁 其實丘奈小姐 因為他是鬼 所以是限制級 跟他路怎麼樣 沒有關係 難道是因為路嗎 沒有路 你見 他是給TY那些 凡濕仔看的 很健康 什麼鬼都 一餐 那些 他都不是路 你看看Netflix 動畫是十三家 是啊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我看到一本書 十八 十八家限制級 蛤? 我回憶都看不到 都想不到哪裏有十八家 所以有點奇怪 那見子就大概是這樣 總之就是一個 會看到很多不同種類 或者一些很高級的惡靈 一個女 初中 我沒有記錯 他好像很小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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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女當然是高中 一定的嗎 不是JK 不是JK就是高中 是高中的 是質素的 應該 是高中身 不是JK就是高中 是高中 是不是用湯 然後就說一說 他一個好朋友 身邊 八俠阿川華 就是說他是一個 開頭不知道的 就是覺得他經常都很大吃 即是physically很大吃 即是吃東西很大吃 經常都覺得很餓 說清楚一點嘛大佬 我現在正在解釋 你一直在笑 是不是 就是說他經常都很容易肚餓 然後不停吃東西 但又吃不飽 剛剛吃完沒多久 然後轉頭又說很餓 我都不行了 想買東西吃 這樣 一個這樣的女生 很大波的 重點沒有 在故事裡面 大波 有隻鬼 因為他的生命力很強 強到他會消熟低級位 是啊 然後有一隻 惡靈 是會抓一些低級 放到他的波那裡做鐵板燒 燒了熟之後 回來吃 所以對波是很重要的 真正所說 他是一個生命力很強的人 吸引了很多鬼 但是他的生命力強度是一些很低級的鬼 一接近他就會被消滅 或者會被辣熟 那我剛才親自說的 就是有些惡靈會丟一些小鬼 當他是鐵板燒 即是鐵板這樣用 還有我記得 為什麼會說他大波 就是他有一次在學校 他們遇到一個 他們遇到一個 鹹濕鬼 然後見子原本就 就避開他去了保健室 然後見到鬼出來 就纏繞著保健的老師 其實應該是這麼說的 因為他一開始的鬼 是在阿華的櫃桶裡出來的 那見子又推開了那個櫃 然後想著可以避免 為什麼要推開了那張桌子之後 那隻鬼就爬出來 爬上了在Hana的身上 所以見子就跟Hana 走到保健室 因為見子說他貧血 所以就半跌 就推開了桌子 打算救他 那Hana就帶了他去保健室 然後就在玩的時候 見子就想著拿一些消毒酒精 噴描他看看有沒有驅靈的效果 誰不知就反而令那隻鬼生氣了 就伸出頭出來 就完全捉住了Hana 當然Hana是自己不知道的 這幕我覺得很好笑的 因為我不明白為什麼 正常人會覺得酒精可以驅鬼 那他都說盡量試一下 看看行不行 你想一想到 你為什麼會想到拿酒精去驅鬼 還有你在香港這段時間去看 用酒精你突然覺得 更加會 感覺會深一層 因為大家對酒精開始的熟悉程度 比我們幾年前 是深了很多很多的 你是不是想說什麼 那麽問題 那麽 那麽 見子不是正常人來的 即他想著 既然 鬼 可能跟 細菌差不多 那麽 消毒 那麽他都沒有其他辦法 他又不想 因為我猜我們今天到現在 留一個點 沒有特別 就是 Bed in mind 講回給獨者聽的 是說 其實 他除了 他除了要事而不見之外 他還要找 裝了東西 找方法去回避 然後作很多很糕的藉口 例如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說要去買東西 或者裝貧血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有趣的位置 怎樣可以在日常裏面 譬如明明他已經很害怕的了 很害怕到哭的了 或者去到第二季 我們跳一點點 有一幕就是說他很害怕到腳軟 但是他就會跟 就是為了要令到這隻鬼入信 他就會說 哎呀我走了很久很累 所以就要 就是腳都沒有力了 就會坐下了這樣 那麽所以 他要裝消毒酒精 就是為了不要讓那隻鬼知道 他發現了他 但是又想拘走他的話 於是就 噴一些消毒酒精 就說 你拿個廳筒 很多細菌 我們要 要 燒一下毒 結果他擠了消毒酒精 到華隊波那裡 真的 大波華 你真是 這幕其實都是 我覺得都是派福來的 然後又濕了 但引發到的後座 就是不但沒有消滅到那隻鬼 還激怒了他 然後又是一隻鹹色鬼 你看到 保健室老師 保健室老師 然後又見到 阿邱華 他又穿了一件衣服 穿了一件衣服 那隻鬼是在背後 捉住保健室老師握球還是捉住村莫 捉住保健室老師 其實他每個人都握球 他不停地揹在人背後握球 其實在本身覺得恐怖的地方 突然間又搞一些灰涵或者緩和氣氛的劇情 其實偶爾都會出現這些劇情去平衡整件事 整體你會覺得這套劇不會是單方面覺得很恐怖 他經常都是把你的程序放在中間 你不會覺得很恐怖 又不會覺得很悶 跳一下跳一下 類似這樣的狀態 還有我覺得那段最精彩的地方是 走了之後 黑南無緣無盡健子你為何會生氣 因為那隻鬼就是嚴格健子小球 所以不會扶他身 有聽眾問健子算不算大球當然不算 當然不算 第一環的健子是大球的第二環 第二環的健子就真的平空了 是嗎?我真的沒有特別的遺憶 看回第一環是有球的 還有他的學校經常都在村莫身邊 他一定不會被人覺得他是大球的 村莫真的贏了 是的 唯一的學校只有保健德老師可以跟他匹敵 基本上 匹敵的大哥是贏他的 他說老師是有色色的氣息 他自己不覺得自己很誘惑的 他只是覺得自己大 他知道自己大 但是老師是大得來是有誘惑的效果 我是因為經常都會露慳的 老師 其實Hannah是一個挺有趣的角色 因為他那種天然呆 他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你看到那個角色是愈寫愈搞笑的 就是他一開始你只會寫他要吃很多東西 之後他加入了一個原因給他 但是你再看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他很有趣的 譬如他早上一上課的時候 他就會趴在那裡 然後說 我今早還沒吃早後餐 早後飯 然後健子又說 什麼早後飯 一個正常人會聽不明白你說什麼 或者我不是認識你 我覺得你是精神病 我最初看以為是 日本這個詞怎麼解釋 這是什麼 我以為有件事 不過日本詞我們不明白 是不是等於早餐 不是啊 就是brunch 就是brunch brunch是早午餐 是brunch和lunch加起來 所以叫brunch brunch是你 是你在那段時間吃而已 他現在是吃完早餐 之後再吃一餐 那句叫早後飯 完全不是brunch的概念 然後他跟健子吃飯去買這個麵包 買完之後他會走一步 哎呀我不記得買飯後甜品的麵包 我其實真的聽不明白在這裡說什麼 開始有這些套租 我覺得是 是 好笑了 這件事 所以這個角色是擔當在這套戲裡面的 他的體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但是同時間他的行為就是用來搞笑 是 還有因為其實他之後第二季 如果動畫有第二季的話 他將會 這個體質是會引起一個很主要的劇情 是 就是他慢慢把角色的特性再發揮得臨漓盡致一點 所以我覺得他第一季主要是玩 如果說搞笑的那個部分 就是玩村華那些天然外 大波 還有生命能量很強引到鬼壞來 但是玩了這麼一段時間 開始有點悶的時候 他就加入了第三個角色 就是他們的學妹 是 Yulia 是 Yulia 因為他本身都有靈能力 可以看到鬼 但是他看到鬼的程度 跟見智呢 是差一大部分的 因為他一些比較 惡一些 或者再高級一些的鬼 其實他看不到的 他就是看了一些比較普通一些的鬼 但是他的心態跟見智很不同 他不是想避 他是想覺得 我有這樣的能力 一定是上天給我的二能 就是希望我就斬除魔去驅魔 驅鬼師 他經常覺得自己是驅鬼師 然後見到見智 這個人就發覺他看到鬼 他就以為大家看的東西是一樣 然後就經常都想挑戰他見智 但是在見智的角度 其實我也想低調一點 我也想不要讓人知道這件事 同一句話 在他兩個人的身上 不理解出來是完全兩件事 然後引發了很多搞笑的東西出來 還有見智之外看到 但是見智不知道大家的能力的差距是多少 然後見智會慢慢發覺 他真的留意這件事 原來他看不到 其實一開始見到 Yulia第一次在體育館裡 那段很好笑 因為Yulia引了一些小鬼頭出來 然後就說你見到的 你見到的 但其實在體育室裡 有一隻超大型的鬼 你看到三千八個很有攻擊性 然後Yulia還要不斷說 你看到的 然後見智忍不忍住 太危險的情況下 過去辣暈了 Yulia 那一段是很好笑的 然後有一次就是 老師來了 因為身邊的惡鬼吸靈力吸得太厲害了 所以搞到 Hannah就暈倒了 然後送她去保健室 Yulia去探望她的時候 就跟她說 即是不小心爆響 就說 那老師身邊那麼多東西 你當然是 你當然會丟很多大力暈 然後她發覺說錯話之後 就在那裡死兜難兜 他兜完之後 看著見智 見智在沉思 當然知道老師對Hannah有這麼大影響 所以她的樣子就很嚴肅 很認真在想問題 但是Yulia的角度就看著 誒 糟糕了 我得罪了 我得罪了 我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東西 看著她會不會回答我臉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有一個get是她發現她在廁所吃飯 因為Yulia是沒有朋友的 她本身的外表和打扮 全部都是向驅魔人進發 有尤殺黑指甲 染了兩隻顏色的頭髮 所以她在學校就沒有朋友 有一個get是 不知道 我忘了怎樣發現她在廁所吃飯 因為見智去拖禮 然後拖禮 馬通裡爆了一隻鬼出來 因為其實她是以為老師在追著她 所以她就避了進廁所 她發覺原來追進廁所 那個不是老師 是其他學生之後 她就放下戒心 但是一轉著面 突然看到那隻鬼 她就叫我出來 然後她就看著 那隻鬼發覺 我叫她出來 看到她 然後她就假裝 哎呀沒有廁所 走到旁邊那間 看有沒有 誰知道一推開旁邊那間 就看到Yulia 她經常都要做這些 去比起自己 要說出來的那些 她比起那些是很好笑的 是很好笑的 這位 還有 我記得後期去到隧道那邊 是很搞笑的 因為 Yulia她 她 經常都想 我不行 我一定要逼見智去承認她 看到鬼 然後她 希望跟她可以做一個 比較或者對決 然後就大力 然後就哄 黑蘭 她說 你拍攝影像 很有潛質 我知道她的地方影像很漂亮 然後就特地帶了一個 很多充滿鬼的隧道 然後就 叫她走 走進去 走進去 Yulia她看到那些 普通的鬼 看到很多 她打算 進去一起 但見智眼中 除了那些之外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大鬼 還有那隻鬼 她那個造型 因為她是被那些 汽油桶入住了 她就像是得罪了日本黑道 被人 丟到汽油桶 然後丟到東京灣 然後浮上來 那些 然後後來就 好笑的 我覺得 見智好像是後來 是掉了東西 還是不知道什麼 想收拾 純粹是 綁一下她 立腳入沙 然後她想著 丟到一個小石 然後她想著 起床的時候 站不穩 就按一下地板 然後 Yulia就覺得 難道她在這裡 要做這個儀式 要開個結界 她經常都自己 感到很多東西 然後 因為Yulia就是看到 低級鬼 所以高級鬼 去吃其他低級鬼的時候 她就以為是 建子 驅鬼 然後建子 那時候 剛好想著 嚇走 Hannah 就跟他說有蜘蛛 然後Yulia就聽錯了 這個是驅邪術 幽之珠 就拿個蜘蛛 一次過拒滅所有鬼 所以 Yulia之後 會不斷提起她 很想學這個 幽之珠之術 那我也是 Yulia自己 因為她後來 覺得 我沒有驅靈能力 建子也有 然後她就嘗試去驅靈 就是這樣 向著細繞 身體的手 打算以靈力去驅鬼 誰不知 那隻大鬼 就是想吃了細鬼的時候 因為Yulia是看不到的 她眼前的景象就是 看到細鬼慢慢慢慢消失了 她說 咦 難道我自己也有驅鬼 然後她心頓自己也是成功的 只要再加點努力 就可以追過劍子 我覺得 說話很好笑的 她有很多這些 因為大家看起來 有不同的反差 然後引發了很多的故事出來 是幾有趣的 這件事 萬機呢 萬機有沒有這些 比較深刻 或者你喜歡的劇情 看完第二季所以不說 哈哈 因為第一季是 有些重複的 不是很多 因為好看那些 你們說了 所以就 反而我會喜歡 一些第二季 會說的那些刺激的東西 但是你看 不是 你是英國 你看單行本 你不是看單行本 你看連載的了 所以 不是 因為我看單行本 第六期 還沒解決到這件事 其實是挺吊癮的 可以說一些 因為剛才 冰芝提過他們 不是 雖然阿樂提過 他們中間有三隻金色 現在畫面 剛才看到那兩個狐狸的幽靈 其實中間就是說 因為Hannah長 就是惹了一隻 很強的鬼 然後見子本身約了她看電影 還要握夠Hannah 說戲院關門 然後戲院都休息嗎 見子說是呀 一向都會 然後帶了她去神社 打算拜神驅鬼 然後見子還要扔了500 因為平時日本 他們通常添香油 就是添5英 應該是5英 5英 應該是 然後 哪裏 我平時都不只給這個數 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我剛剛準備下個星期會做的作品 中間有一段他們去神社參拜 都是特地問對方有沒有5英 都是特地拿5英 我懷疑當地人是有一個習俗 最低消費 不是最低消費 因為5英不知 日文和某個意思 那個字很像 所以用5英 我印象好像是這樣的 比得多 比得多 就是平時 不是中間通洞的 5英 好像5英 50英和500英 都是通洞的 就是有些關係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劍子扔了500英 然後就許願 就是叫他幫亨拿人驅靈 如果可以就順便拯救我 所以之後 其實就出現了 大家在這畫面 看到金色的狐狸營的幽靈 就幫忙去除靈 其實他除了兩個之後 後面還有一隻大野 其實大家如果看動畫第一季 都會知道 就是最後原來他們說 會救見紙三次 其實在第一季的尾 就見紙用了這三次數字 但是在動畫裡面 其實他有說到 他們說 是不是要問見紙支付的代價 然後另一個就說 他現在還不起 之後就算了 就走了 所以其實第二季 就是這班 你先當神靈 這班神靈回來問見紙還債 其實看了 看了 再後一點的故事 你就知道 剛才Sunny說的東西 是因為他未知 所以未夠準確 不是關於三次的問題 反而之後再說 然後其實 也都好像在第一季 Ending的時候 那些穿插的畫面 那個開頭賣念珠 那個神袍會再出來 而那個神婆 其實也都會 帶出一個第二季重要的角色 然後神婆自己也都會 為什麼我剛才跟冰芝說的 神婆是很厲害的 然後 甚至會帶出神婆的師父 這樣 是一個很壯大的故事 你看中文版第六期的話 就是剛剛見到他師父 然後就完蛋了 然後就完蛋了 其實我看著 這個位置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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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時 屌龍虎門的屌位不夠正 但當屌位很正的時候 就會很難痛苦 好的屌位又屌 不好的屌位又屌 怎麼辦呢 不是你出快點我就不屌 那你屌快點就出快點 不會 有聽眾 Kuru說5日圓等於結緣 我記得5日圓的音 是跟某一個字的音很相似 所以就要用5日圓 就不是錢的價值的問題 阿天又劇透了 惹了一隻山神 其實這三隻也是山神 大家看了的朋友 盡量不要劇透太多 我今天就幫你看 給我一點時間 講故事和人物差不多 我想提一下他開幕的歌 其實我看動畫很少 也會來OPU的歌 或者結尾的歌 我特別很有興趣 但這首歌很有趣 也吸引了我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 音樂和歌詞只剩下一句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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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大家就比較 一般香港人會比較熟悉 一般的日文 那你就覺得 挺有趣的 再想起故事裡面 見子的性格和處理方法 再想起這首歌 我原來覺得整件事很有趣 所以我多次都會播一段 聽一段時間 再進去看那個故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自己其實就 因為我覺得這套動畫 整體全部都做得很好的 主題曲當然是其中一部分 做得很好的地方 這首歌很有趣的 還有因為他是 是羽公天其實是自己唱的 其實是見子的聲音 所以你真的很有感覺 見子在裡面就不斷提著 就是不要過來 廿拜啊 其實片尾曲都是他唱的 所以整體整套動畫 我覺得是很完整 還有他修補了一些 我覺得漫畫做得不夠好 或者氣氛不算營造得太好的地方 我覺得動畫都做得很出色 我反而很喜歡他動畫的標題 因為動畫到最後唱完結束之後 會有個類似龐伯 其實應該是作者想說的 預告下集說什麼 他每一集都是標題說 想見媽媽 想看媽媽 要不要看 我覺得是有一點 配合他有時候賣服務 是有些玩暗示的 挺個人的 覺得 是的 都說了很多故事 人物 我們其實總括來說 都覺得做事頗有趣 追看性頗有 但是呢 因為 那我講一點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是缺點的地方 因為我看網路 還有一些評價 他們覺得 這套東西 顧名思義 是一個恐怖漫畫 但是它的恐怖位置 其實全部都很直接 都不同 我們以往看恐怖片 可能會繞個圈 忍一忍你 你以為有嗎 但是沒有 當你以為沒事的時候 打出來嚇你 以往我們看恐怖片的套路是這樣的 但這套不是的 告訴你 接下來會有 然後真的有 你沒有懸念 其實就直接出來 告訴你 前面有鬼 然後鬼就很大眼出現 然後樣子 屏幕比較好醜 大家如果看圖 你會看到很多張 都是拍著鬼的樣子 其實編量都是 有腫 有爛眼 等等 全部都是醜樣的鬼 沒有我們以往 我們一般人認知的 有普通幽靈 人形的樣子 很少的 除了爸爸出現過之外 第一季 其他全部都是恐怖 沒有了眼珠 爛皮 那些鬼 所以 都直接 全部都彈出來 變成恐怖性相對低 我不知道 你覺得 這樣會不會影響了 你對這個漫畫 其實想看恐怖漫畫 反而會覺得 這些安排 你比較會不喜歡 或者覺得 其實沒所謂 最初 我頭一兩集的時候 我很認真看的 那時候覺得 其實 看到他的鬼怪 都很憎靈 還有很多 很多的 都在鬼怪 控到見子面前 問他 你看不看到我啊 是有點迫力的 我感覺到 是有點壓迫感 真的很認真 但是 再看多一點 就會覺得 因為他的套路重複 那我就變成送飯看 吃飯的時候 打開 已經不是想看恐怖的東西 變成是一個 而且他開始賣鹽花 開始找多些大波妹 給你看 找些笑容 給你看 那個恐怖感 越減越低 他後面的笑容 越多 反而是 變成不是很恐怖 沒有了恐怖的感覺 因為後面 雖然好像 以第一位說 後面比較多 一些 攻擊性 或者更加惡的惡鬼 但是 你 不會覺得 見子有事 因為 那時候見子 其實 和他身邊的人 沒有一個 可以有能力去抵抗 那些事情 如果真的 一出事的話 一定是死的 但是死了 就沒有故事下去 所以你明知道 故事不會說他有事 所以你從來都不會擔心他們 因為這樣而出事 所以 但是 你的集中點就是 不像開頭那樣 看恐怖的事情 看他們 怎樣去 自己欺騙自己 那些搞笑的事情 就是他跟 阿川華之間那些 怎樣欺騙他 就是怕他不要撞到你 騙他 或是前面有蟑螂 類似這些 這些 後期的重點反而是 放到他輕鬆 因為 我覺得這三個 女角色 的互動 是好看的 就是他們三個 紅牆才好看 我覺得 大波華和 健子一起 是比較悶 因為我覺得 大波華 除了那個波之外 那個角色 是比較平面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 他三個人 一起出來 撞到的少鳥 才好看 因為天然外 那個角色 是 除了開頭 你會比較有趣 之外 看多一會兒就會開始悶 因為 也是重複到重複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加第三個人 然後 去搞一些 撞一些其他新的東西出來 我不知道第二季 是不是都是 那個鋪排套路 或者人物安排的位置 都類似是這樣 大致 我覺得 他人物不會很大變 但因為他 直入主題 所以 那些 日常的東西其實 少了很多 我覺得有一位 我看完第一季的動畫 都被他的故事 即是他後來就開始上故事 都牽引到的 就溝契了少少漫畫 所以我覺得 之後就發現 原來動畫 即是用了球三期 就有12集的內容 我覺得是 加分 即是我猜不到 我猜不到 是嗎 其實你問我動畫的節奏 相對上是慢了 是呀 但是 後來回歸了 原來他這麼少準備 這麼少內容 都可以 因為我觀感12集 看起來是 我覺得不錯 都OK的 但是 後來看完 回歸了 原來他這麼少內容 這麼少時間準備 都可以做到一套 覺得 挺好 不錯的動畫 我覺得會加分 我不知道動畫 早用了多久時間 去做這套作品 所以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用了很少時間 但其實他抽取了 我覺得他選出的份量 不是錯的決定 但因為他只有三期單紅盤的份量 所以他整體動畫的節奏 他拉長了 拉慢了 看起來 我自己是 覺得 差了一點 他不算拖得很差 因為他拖得很聰明 你看到他拉那些位 看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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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奏明快 節奏 節奏 夠快 對不對 另外的東西 但我剛才拼指說的 其實我自己就不算很覺得 因為我看漫畫 其實全朝說 其實他都很會用 揭業的效果去做分鏡 另外你說以為有 原來沒有 最後也有的 他打開更衣室的櫃 就是 對 Hannah本身說 因為怕有個頭在 不敢打開 看著打開沒有東西 你再揭去後面那頁 就在上高 有個頭看著你 所以其實他都不是沒有做這些 但他那些很容易猜 就是 你預計了他 一定打開 看在哪個位置 一定有 他不跟我們看開 就是 如果是一般 電影 可能是鬼片 如果那個位置 打開了 沒有 真的沒有 完全沒有 接著關上了 沒有線索 接著在其他不刻意的位置 就會有出現到嚇你 如果電影 通常是這樣安排 但他這個就是很直接 告訴你 聽說那個東西 打開會有個人頭 打開 不就是告訴你個人頭 他不會去玩 他扭這些東西 他不扭的 他很直接的 所以直接扔出來 告訴你哪些人 我不完全同意這種說法 因為譬如電影的話 其實可能都會玩類似的東西 就是打開那個櫃 裡面有鬼 沒有 他關上之後 原來鬼在門後面 其實都會玩這些 其實跟他打開 看到沒有 原來在上高 其實是類近的一些手法 還有 他整體 其實 我覺得這套作品的主題 太過明顯了 所以你覺得健子去到哪裡 你都在等著他什麼時候撞鬼 他整個故事的日常 就是看他怎樣撞鬼 你是在等著他什麼時候撞鬼 所以你覺得他哪個位置 你都在想他怎樣撞鬼 而我覺得其實作者在他撞鬼的那個 手法上面其實已經算是 給了很多東西出來的 想不到你會在這個位置有鬼 我很喜歡他買蛋糕的故事 買蛋糕 我排隊 不是排隊 那個蛋糕櫃裡面有一隻鬼 放我出來 所以他就要選擇旁邊的蛋糕 為什麼旁邊的蛋糕有小鬼頭 我都是越穿過頭過泡芙 這些我自己覺得他做得挺有趣的 但我其實看無論漫畫還是動畫 我看動畫是更加覺得 但當然是羽工天都配得好 其實看一看我覺得健子很慘 當然 很慘 因為他又跟不上別人說 然後他經常遇到那些鬼 他自己很害怕 他要想辦法去處理這件事 而他不是假裝看不到就行 因為他要照顧Hana 是啊 然後當他有Yulia的時候 你以為他有個同輩的時候 你分過那個同輩是廢的 現在是垃圾只是看到一些低級的 高級偏偏重點看不到 是再加深了那個更慘的 但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是見智智想多了 你想想 一般人看不到 他撞到那隻鬼道 那他就撞到那隻鬼道 那他就經過了 那沒有東西的 那你看到 你就覺得你不可以撞到那些鬼道 但是阿川說 其實本來看不到 你就可以撞到那些鬼道 你就可以撞到那些鬼道 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是不是可以不阻止我的朋友撞到那些鬼道 因為你見到覺得不要讓他撞到那些鬼道 只不過是你個人主觀覺得不可以撞到那些鬼道 但其實他撞到那些鬼道是沒有事的 我同意你的說法 但我常常在想 就是作為一個見到的人 你是不是真的按得住自己不妨礙 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位置上 因為這種執著令到他人生更加慘 如果他沒有這種執著的話 他可能會開心一點 而且不用再作那麼多戲出來 萬記阿樂在這點上有沒有看法 我覺得如果是作為看得到的人 就是阻止你的朋友去接觸這些靈界的事情 是挺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情節都 即如果你覺得純粹走街面對面的話 你覺得阻止他也是合理的 這件事 是啊 因為怎麼說 他在這裏的鬼 剛才也有約兩題過 他是很形象化的 差不多都是坐著鬼子在額頭上 因為他一定會有些陰氣啊 很黑啊 他不會有些很像人的鬼 有啊 那一下 即是我看到11集那時候才有 那我就會覺得 在公園那個 嗯 嗯 他永遠都會有個庫路困著自己 但是他都玩得不錯的 即是從第一季來看 是 我也是會期望他有些不同的鬼啊 可以陰下見指 不過可能之後會有 第三季啊 第三季啊 那麼遠嗎 他都要 第三季就有了 我其實有一幕 我不知道 我比較深刻一點就是 他爸爸那一幕 因為其實之前我不知道他爸爸死了 他爸爸其實動畫是玩得很好 是啊 他那一刻 其實一開始都 在他家裡都是 爸爸媽媽 接著就 三個 四個 那 有一天就是 見指 在家裡見到鬼 接著就出門口之前 接著就匆匆不吃東西就走 然後之後 故事最後 你會發現原來 爸爸都是鬼來的 就是在門口送他走 接著 其實就說那個布甸 那隻鬼想吃了 是不是想拿他書櫃的布甸 還是不知道是怎樣的 然後那個布甸 布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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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的布甸其實 後來的故事 其實阿健子買的布甸 就是用來 擺在爸爸的靈前 給他吃 那一刻 其實那一刻 其實是去到 中間 還是左右 都中間 你才發覺原來他爸爸 是已經死了 但是之前一路 在前面那幾集 他爸爸是不停地在家裡出現 就像他在生活這樣 我覺得那一幕是 有些感人之餘 是 布局很好 突然間你覺得 眼前突然叮了一下 給他 原來是這樣的 即是想不到 沒有想到他這樣安排 我 我對那一幕挺喜歡的 其實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那一幕 我也同意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其實他 somewhat 又是 有一些 不是很合理的 因為我們平時 見到他 是好鬼 或壞鬼 都是黑黑黑黑的 但是他畫他爸爸 或者 後面有一些人 其實已經死了 也好 就是 就是 好像正常人的畫法 所以他在那個位 有些故弄完 但是 是有些不合理的 因為理論上 他看見鬼 除非他後面再加多 補回這個設定 其實就是 總之是認識的人 你見到的靈體狀態 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就講得通 所以講一話 其實整體是玩得好的 而且很感人 就是 我用一個 很簡單的 其實他講的技術 挺不錯 不好意思 你再說一次 你剛才說 他說 他的故事 其實挺好 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 就 會 講到一個很 很感人的故事 那些情緒 會 測驗得到你 是啊 他不需要 去搞大陸 大陸 然後 當然要哭哭哭 這樣 就會回憶 他不需要搞這些事 很簡單 其實那一幕很簡單 就是 那個決定 是啊 不用回憶自己 被他爸爸拋棄了 然後就跟了另一個師傅 然後又要出賣自己的色相 才能學到新招 那是什麼 其實他爸爸 我覺得這個位置有趣的就是 其實他沒有交代過見子 見不見到他爸爸 是啊 你不知道見子 原來如果見子 只見到惡靈 見不到爸爸的話 我理解是見不到 我的理解也是 但是如果 如果作者真的這樣寫 他見到惡靈 但是見不到自己爸爸的靈魂 其實是一件很慘的事 但是如果這樣 就變成有些設定不對 因為他後期 如果是這樣的設定 他就不應該見到那些貓 即是好貓的靈魂 但是 看這個設定怎麼寫 你可能只是見不到自己 親人的靈魂 也可以 陰陽眼最鬼的地方 就是有些看到 有些看不到 所以他都很現實 就是不可以挑戰他這個位 那你去到鬼 就沒有東西可以挑戰的 但是純粹我覺得很慘 你看到見子 而且原來他在家裡 看到那隻鬼 他爸爸是可以控制到那隻鬼 那隻鬼 那隻鬼打算吃布丁的時候 爸爸吵架他 不准吃我的 那隻鬼是會聽話的 但是相對上 可以把他 可以把他理解為 其實就是因為他爸爸的靈力不夠 那隻鬼是看不到那些弱鬼的 是嗎 見子不是 見子 硬強硬弱都看到的 見子是什麼鬼都看到的 那些小鬼頭他都看到的 那我自己另外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其實 因為爸爸這條橋 漫畫都是寫了十幾二十回 才寫出來的一件事 我也是覺得其實他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沒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你想想如果那時候他在家裡浴室撞鬼 如果你是爸爸的話 你應該是會 是會 是會 見子 但是他是 有見子自己 爸爸不方便去看女兒洗澡 大哥 那個女兒就不一起洗澡 弟弟就可以跟姊姊洗澡 爸爸不可以跟姊姊洗澡 你不要當他是平時看我的影片 但是他不是去洗澡 他是去救女兒 大哥 他還是沒有去洗澡 但是我覺得這裏 這樣想有些過度 過度地把他變成生活問題 因為特別是當他之後 爸爸和家裡那隻很大的場景鬼 是有互動 爸爸其實跟其他鬼是會有 有互動的 不是 他有互動不代表他預知 他不會知道女兒在洗澡 那隻鬼在他面前出現 他是鬼 不要當鬼是萬能 我知道 我一隻鬼在我女兒裡面 這樣 他未必要知道 他不夠他 可能是因為不知道 都可以 都可以 但他這些位置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一開始有想 可能他會寫得 詳細一點 你看到我作者會玩很多 這些位置 他寫得很詳細 很仔細 但有些反而他後面拿出來的設定 會 你會和前期有少少矛盾 但因為他整套風格很輕鬆 也都是為什麼我會說 其實我不在乎他不緊張 你剛才說 一開始很認真看之後 變成吃飯看 我看漫畫的時候 一開始我已經覺得 他是一套輕鬆的恐怖漫畫 所以我一直都是很輕鬆去看 我沒有的 我其實就算是恐怖漫畫 或是恐怖片 我也是直返看的 所以我來說沒有什麼分別的 你睡覺都聽拿磨吧 混蛋 我沒有做這樣的事 你不要冤枉我 不是啊 你不是自己說 睡覺聽D打 混蛋 我晚上聽D打 這些是工作需要 當時 我反而回到新港 那個 做質細一點 我反而覺得老爸這一段 如果吃得太仔細 就反而會做不到現在的效果 就是因為他 很多東西都好像淡淡然一樣 沒有什麼 所以你才不覺得 原來他死了 最後開估 你那個反差才出來了 還有因為動畫 由第一集開始 已經畫了老爸出來 是啊 其實是比漫畫鋪得好的 是啊 所以挺有趣的 我 對了 你們還有沒有其他 很深刻的東西想分享 你是不是想揭竅 什麼 我聽不到他講什麼 你說什麼 你是不是想揭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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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一個就是 作者的惡趣味 他裡面有個故事 講建子見到阿婆 開頭以為阿婆是鬼 原來就是個 當失落的阿婆 然後帶了阿婆回家 然後阿婆的死鬼老公 就是阿伯的靈魂就出來 然後其實就是他想揭竅 那個密碼給阿婆 建子就通知了阿婆 然後阿婆就打開了那個格碼 拿了那個阿伯本身送給他的 那些髮飾帶回來之後 他的老人痴害症就 立即醫好了 是的 那本身是一條很溫馨的劇情 然後最後第二天 建子去皮皮買牌 皮皮大福的時候 因為皮皮大福那裡 那條後巷有一隻食人鬼 那些鬼不知道為什麼會排隊給他吃 有聽眾都在窗口問了 他還沒解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定 不知道他會不會解釋 我覺得不會 然後其實建子第二天 是看到那個阿伯在那裡 被那隻食人鬼吃了 他在一個很溫情的故事 最後一旁無端玩這個惡趣味 作者是有這樣的東西在 還有動畫那方面 雖然是一些不太重要的東西 但是每一話的章節 都跟Mielu是有些關係 就是看到或者你看得到 比如第一話叫Mielu 然後第三話就是Madame Elu 然後第四話就是Yipoli Mielu 所有東西都跟建島拉上關係 所以是一些小心思 但是不影響整個作品 你們會不會覺得這個作品 其實特別是動畫第一話 建子他洗澡和他尋炎的時候 那條底褲是哪裡 那時候播放動畫第一話的時候 其實是被很多人放了出來 割了出來的 然後其實也有些人就說 他反而令到動畫 sidetrack了 那些人當做肉回去看 但是之後他當然其實沒什麼賣肉 但他就覺得反而相關了鬼的部分 你們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看了第一集的 Netflix 但我完全沒有這個印象 我完全沒有這種畫面的印象 在那條碎褲偷偷了底褲邊出來 沒有留意這件事 沒有留意 是那些顏色仔才會看到這麼細節 老實說 製作組是很有心的 因為他特意是Zoom近了見子哥 其實他只是Zoom近了見子哥 因為他穿了睡衣睡褲 我們真的沒有特別留意 那句 我們眼不是看這些東西 我們不是看這些東西的人 我可以開Youtube看 可能沒有他這格 有的吧 不知道 沒有什麼印象 是不是可以開鼓了 可以說給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會看這套東西 可能很多聽眾都以為 因為我喜歡看鬼片 喜歡看鬼片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主持之間有個排序 我可以看什麼時候去做什麼節目 我看見 嗯 還有幾個禮拜到我做 我真的想想想想想想想做什麼 有一天我看Netflix的時候 然後就在那邊掃 不如選一套動畫 花花花花花花 然後按按 按到 咦 這套說鬼 就算多滿都好 我應該有些興趣 就隨便吧 所以我那時就填了這個名字 其實我填了這時候 我還沒看那套的 然後我看了一集之後 我就覺得很悶的 然後我看了一集之後 這麼悶的 然後我就放下了不再看 直到兩星期之後 都是前幾天 然後我發現不看不行 然後我看 其實不是的 其實有沒有這種悶的 我真的無緣無故撞到這段東西出來 但是看完之後 你是覺得好看的 至少我看完第一季 我很想知道第二季發生什麼事 我會看漫畫 知道後面 看漫畫 我覺得漫畫是 I mean 我看第一 如果以老師作為 是不是殺貓兇手作為第一季緣呢 我在漫畫看到這裏 我都還覺得 有一點點不算是很吸引的 但是如果以理論上漫畫的第二季 簡單來說就是三之婆婆 阿華 還有阿建子 還有接下來我只講的角色 叫神童羅姆 他們的出場 製造出來的整體的劇力和追漢度很高 好像三天我就看 全都追了 所以一來她本身容易看 漫畫作品都容易看 三之婆婆的徒弟和三之婆婆的師傅都會在第二季出場 哦 是啊 是啊 我會借書回去看尾 然後再開多一集 那段還未完 看尾是第一季之後的劇情 我明白 但漫畫都說 連第二季應該要完那段劇都未完 對 第六期 日文出出第七吧 日文出道七 你在相網找到的了 出路試入不完 但是我中文也追到去 理論上叫第三季的劇情 我知道了第二季怎麼完發的了 所以斜度是看到的 其實我都建議大家 漫畫直接看 動畫也直接看 因為他的畫其實是挺漂亮的 特別是他開始畫鬼的樣子 還有那些表現 黑氣那些東西 其實都可以表現到那種鬼 當時見到鬼的時候那個恐怖的氣氛 我覺得他在動畫上這個位置是做得不差的 所以我都強烈建議大家去看 雖然我是無意中選擇的東西 但我是真心建議大家去看漫畫 那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相關的東西想討論 就可以留言給我們 還有大家 大家都猜到我們下一次的影迷小場戲 可能就是會講這個我左眼見到鬼 哈哈哈哈 但是見紙是雙眼都見到的 哦 那你就遲些找到我右眼又見到鬼來講 不抵觸的 哈哈 是咯 就是這樣 今晚就這麼多